最近 娱乐圈的瓜实在是太多了 各种渣男被实锤的报道 看得观众都不再相信爱情了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娱乐圈的恩爱夫妻 让大家重拾对爱情的信心 刘德华的老婆朱立倩因为信仰的原因只吃素 为了照顾老婆的感受 刘德华也改行吃素和朱立倩一同培养习惯 在一次采访中刘德华说自己已经吃素七年了 即使在参加经济奖的活动中 刘德华也指点了五道素菜 妻子朱立倩怀孕期间 刘德华为老婆找了一个很好的月嫂 但是这个月嫂不会做素菜 为了更好的照顾老婆 刘德华亲自下厨 孩子出生后 他还亲自照顾了三个月 在复杂的娱乐圈中 刘德华始终像一股清流 喜欢刘德华的粉丝 基本上没有变过心 这不仅仅是刘德华精湛的演技和唱功 也是因为他极高的人品 在生活中他是极度自律的 在感情上他是特别专义的 在繁华的娱乐圈中 也有许多其他女明星亲爱过刘德华 像王祖贤 关之灵这样的大美女 都曾经向刘德华表达过爱慕之情 但即便如此 刘德华也从未变过心 始终保持着对朱丽倩的专一 而作为回报 朱丽倩也心甘情愿成为刘德华背后的女人 在接受鲁玉有约节目采访时 刘德华曾告诉鲁玉 在决定和朱丽倩在一起后 两人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争吵 女儿出生后 刘德华也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为了照顾老婆 他推掉工作 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三个月 而朱丽倩在产后恢复好后 也全身心地投入家庭 成为一名全职太太 他们俩的感情也让许多人羡慕 从交往到如今整整33年 在娱乐圈的众多明星中 朱圆圆和星百青 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 从大学开始恋爱到后来结婚 如今两人已经相恋24年 感情依旧让人羡慕 而且两人经常在剧中搭档扮演夫妻 可以说心里戏外都是爱人 凭嘴张大明的幸福生活中 被称为国民媳妇儿的李云芳 就是由朱圆圆饰演 在和孙力搭档参演的电视剧 幸福像花儿一样中 那个一度喜欢孙力的男二号 就是由星百青饰演的 提起二人的恋爱 还得从学生时代说起 朱圆圆曾说 自己是因为星百青的一包洗衣袋 才决定跟她在一起的 没想到这一开始就是24年 在事业上 星百青的名气远不如朱圆圆 但作为媳妇儿的朱圆圆 每次接戏时都会跟导演提出邀请 让自己的老公参与 这也才有了二人多次在剧中扮演夫妻的笑谈 戏里戏外两人都是夫妻 也算是把自己的真情识感在剧中表达出来 如今在演艺圈大有名气的葛优 曾经也是一贫如洗的青年 而且她的成长之路十分坎坷 葛优从小出生在北京 母亲和父亲都是从事影视相关工作的 因此父亲从小就鼓励葛优报考电影学校 只是葛优对此并没有信心 她非但没有去报考电影学院 还跑去养猪了 每天耐心地给猪喂食 打扫卫生 治病 这让父亲特别看不下去 为了让葛优更加进步 父亲找到葛优与他进行交谈 鼓励他去报考电影学院 虽然葛优听从了父母的建议 但是面试的时候还是因为长相而被拒之门外 后来葛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把自己养猪的生活写成一个剧本 并且在参加表演的时候演绎出来 这些都是葛优的真实生活 在表演的时候真情流露也打动了评委 时间到了 葛优28岁那年 可他依然没有混出名堂 干着跑龙套的生活 跟他在一起的女朋友也看不下去 选择和他分手 就这样葛优成了大龄单身男 后来葛优在美术馆见到了一个叫贺聪的姑娘 他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女孩 觉得她就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妻子 后来葛优主动向贺聪表白 贺聪也一路陪着葛优成长 看着他从当初跑龙套的小角色 到现在的大明星 曾经有人开玩笑的问葛优 你如今都这么有名啊 怎么不换个更漂亮的妻子呢 是啊 如果失去贺聪这样贤惠的妻子 葛优又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无怨无悔 愿意陪自己同甘共苦的女孩呢 如今葛优59岁了 和妻子恋爱到如今已经走过30多年 他们也成了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在娱乐圈不乏有闪婚的夫妻 但是仅仅相恋15天就订婚的 还是少有人在 陈龙和张灵芝就是其中一对 因为拍戏两人结缘 虽然他们之间有着10岁的年龄差 但还是因为相互欣赏而走到了一起 并且在短短15天之后两人就订婚了 陈龙曾说在遇到张灵芝之前 自己是恐婚一族 当她出现之后 才发现婚姻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之前不想结婚 仅仅只是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她 二人结婚之后 陈龙一如既往地拍戏 张灵芝则心甘情愿地退居母后 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当然 如果有合适的资源 张灵芝还是会参加 许多人对闪婚并不看好 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这对夫妻却打了不少观众的脸 如今八年过去了 两人依然恩爱如初 也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 让不少圈内人士都感到羡慕 说起演员黄渤相信大家一定陌生 他是娱乐圈是影帝一般的存在 虽然其貌不扬 但是情商很高 在圈内人品极好 像林志玲 陈乔恩这样的大美女 都曾表示过对黄渤的欣赏 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形容黄渤 始于才华 限于幽默 忠于人品 在娱乐圈发展多年的黄渤 几乎从来没有传出过绯闻 把妻子小欧和孩子也保护得很好 几乎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路过面 黄渤的妻子小欧曾经是她的同学 也是黄渤的初恋 如今两人已经相恋了整整十三年 他们的感情也一如既往的好 从相识到相爱整整二十多年的时间 小欧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黄渤的事业 见证着黄渤从一个无名小辈到惊天的影帝 2015年 有沈腾参演的电影作品《夏洛特的烦恼》 让她一炮而红 她也因此在童年决定和相恋十三年的女友王琦 走向婚姻的殿堂 这段从校服到婚纱的美好爱情有了幸福的结果 沈腾大四那年在学校给新生排节目 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漂亮的王琦 因为王琦表演的一段舞蹈彻底俘获了沈腾的心 她决定主动追求王琦 为了捕获美女的芳心 她每次都找兄弟一起吃饭 然后每次都把王琦叫上 慢慢的两人也走到了一起 相谈甚欢 毕业之后沈腾并没有马上进入工作 而是在家里歇了很长时间 这段时间她不是宅在家里睡觉 就是天天打游戏 而王琦却凭借自己的精湛演技在娱乐圈小有名气 后来王琦实在忍受不了沈腾的堕落 和她交谈了一番 沈腾这才恍然大悟 意识到自己应该要积极向上 后来沈腾相继出演了好几部话剧作品 还凭借作品今天的幸福上了春晚的舞台 2015年一部《夏洛特的烦恼》让沈腾一炮而红 也是在那一年 沈腾才有勇气向心爱的王琦求婚 那时他们已经在一起整整13年 如今沈腾和王琦已经携手走过18年 两人也生下了两个孩子 过得非常幸福 总监